当我录完这一期视频之后 录完这个安卓14的安装教程之后 我发现这个官网上面 它已经更新到这个安卓15了 然后我也测试了 它和安卓14的安装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的那个文件包也更新到这个最新的安卓15了 好 然后开始我们的教程 哈喽 大家好 好 这个小量炼完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怎么给这个思维器安装一个安卓14系统的一个教程 我们先要准备一个思维器 是安装了树莓派芯片的思维器 好 然后一个内存卡 我们注意哈 这个内存卡最好是要用这个A2的 我们先卡一下这个大启程的就是高速卡 如果说用A1的话 那个速度太慢了 装着那个安卓系统就会非常的卡 至少要用A2的 好 准备一个读卡器 好 然后把这个插在电脑上 我们拷贝一下这个文件哈 好 然后把这个绿寸卡从电脑上取下来 插回主机开机 好 开机之后我们选到这个工具这一项 再选这个SD卡分区管理 可以选这个不备份哈 然后我们把给安卓系统分个区哈 分个50个G就差不多了吧 好 好 这个分区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的哈 这个分区会格式化 这个分区会格式化绿寸卡 注意一下如果卡上面有东西 有重要的东西哈 就不要分区先把它备份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选我们安卓14 是选这个动态 好 点开始 好 这里提示按电源键 按一下电源键 好 就开始分区了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安卓14的整合包 把它全选一下 然后把它复制到内存卡里面 确定一下 然后我们关闭 主页 选关机 然后再把内存卡取下来 插在电脑上 然后再打开这个大气氛整合包 再重新复制一遍大气氛整合包到这个内存卡里面 复制之后 如果提示有文件已存在 选期换就可以了 然后大气氛整合包和安卓的整合包都已经拷贝好了 好 再次把文件拷 把这个安卓的包和那个大气氛的系统文件整合包拷贝好之后 我们把它那个内存卡插回机器 然后再开机 然后再开机 好 我们还是选到这个工具这一项 SD卡管理 确定 然后点一下这个Flash 然后点一下这个Flash 安卓13加 继续 继续 好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刷写界面 选一下这个Faculty Reset 就是 给它 重置一下 Format 好 返回 然后选这个第二项 然后我们选 Choose from Switch SD 好 选到这个 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 选错了 选到这个文件 好 刷写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点这个Reboot System Now 选一下 选到这个更多设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 安卓的那个系统启动图标 我们点一下 好 然后就启动这个安卓系统了 好 稍等一下 好 点Star 语言这里 选一下 这里我们选简体中文 有繁体 有简体 好 这里需要联网 好 这里需要联网 好 这里需要联网 不像之前那个安卓11是必须要有网络环境才可以的 这里可以设置 这里可以设置这个锁屏啊 这些密码啊 图案啊 这些我这里就不设置了 这里可以选择这个三个按键的导航 双按键导航或者手势导航 我还是用这个手势导航 点开始 好 这里就进入这个安卓系统了 从下往上滑就可以把这些滑出来 我们把这个设置一下 把这个高性的模式给打开 把这一下哈 也打开 这个是关闭关闭这个 就是插在这个底座上 它会关闭这个屏幕 好 现在安卓系统已经装好了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选到左边有一个Switch SD 好 我们把必要的软件装一下 就是先装一个输入法 这里点一下设置 那就行了 好 点安装 刚才这个输入法已经装好了 我们把这个他这个安卓14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如果说你用了竖屏的那个 APP的话他那个就会变成竖屏然后就切换不回来 除非你再次打开横屏的那个APP才可以 这是下载APP的 百度手机住手 现在就可以下载自己喜欢的APP了 好 我们把这个系统给root一下 先关机 然后再次开进 这里选 我们再次进入这个大气氛菜单 选一下这个NYX选项 然后把这个手柄的蓝牙信息提取一下 保存 然后进入这个更多设置 选到这个 然后我们按住这个音量键的加号按住不放 好 我们看到会进入这个require mode 这个require模式 好我们选还是选这个第二项 还是选这个choose from switch SD 我们看到选第一个文件哈 这个Magic就是面具的意思嘛 2.6.1.zip选第一个 选yes 好 好我们选这个reboot system now 然后我们点到这个Magic这个面具这个APP 点一下 它会让你下载点确定 然后我们多等一会儿 好有可能这个网络不好的时候它下载不了 多试几次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们直接 这里点一下文件 这里点一下文件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 找到这面具这个VIP文件 找到这个面具这个VIP文件 找到这个面具这个VIP文件 我们点它重命名 我们把VIP这个三个删除掉 VIP这个后准名删除掉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APK 好 确认 它现在就是一个APK了 我们把它点一下 把它安装一下 好 然后这个面具就可以使用了 点确定 然后直接点下一步 点直接安装 点开始 好 这里点重启 重启之后这个系统就是已经ROOT够了 有这个ROOT权限了 好 重启之后 这个系统它就是装好面具的一个 有ROOT权限的系统了 然后我们可以下载自己喜欢的APP 或者是用这个浏览器 也可以下载自己的喜欢的APP 好 需要这个安卓14的安装包的和那个大气层最新的整合包的小伙伴 三连一下 三连三连之后 然后私信我会自动发送这个文件包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教程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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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